跟您聊那么多 都提到我爸很严厉的那一面 他温情的那一面 印象中比较深刻的 就是我爸在厨房里边 那股认真劲很仔细 他做菜也很仔细 那时候院里边还有会有一些 来卖肠粉的 你只是买了肠粉回来吃 这没什么味道 味道好的 是我爸 他会买肠粉的 他会爆一个葱花酱油 那味道就特别香 然后就把它浇在这个肠粉上面 所以那成为我们童年 我们家里边 就是回忆最深刻 最美味的一道食品 我再也没有吃到过 那么好的像葱酱油了 父亲的味道 家的味道 都可以吃到的食物 那你们可以吃中饭 我 ini到了 稍微甜食品